郑文预览 第一章 宝贝 你还没下班吗 再不来看我 你老公就要被外面的坏女人勾走了 晚上八点 收到林川的消息 我有些烦躁地盯着电脑屏幕 看了几分钟 直接按下了电源键 我不干了 一边往外走 我顺手打了个车 目的地设置在林川的公司 从新上司林思思过来 我已经连续加班一个多月了 这一个多月里 林思思像是脑子抽风一样 天天给我没完没了的安排工作 因为疯狂加班 我也跟林川足足一个多月没见面 今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等跟林川见了面 我一定要好好跟他吐槽一下林思思 实在不行 我就换个清闲的工作 准备婚事也不是不行 毕竟 我跟林川从高中就在一起 到现在也有七八年时间了 然而 出租车刚刚停在林川公司楼下 我连车门都没打开 就僵在了原地 离我几百米的距离外 一男一女相拥着说笑 笑容是如出一辙的温和甜蜜 而他们面前的方向 是一所知名快捷酒店的大门 此时是晚上八点半 天色早已经暗了下来 因为临近冬日的缘故 天空中甚至还有薄薄的雾气 但这一切都不影响我看清那两个人 一个是我相恋多年的男友 一个是天天为难我的上司 这一刻 我猛地明白过来 怪不得林思思从入职第一天 就看我不顺眼 怪不得她不但要自己为难我 还要联合我的同事一起打压我 怪不得林川忽然莫名其妙地说 她会被坏女人勾走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啊 几乎是下意识的 我抬手调出手机的拍照模式 连着拍了好几张 看我拿出手机拍照 出租车司机有些犹豫地 从后视镜看着我 女士 你还下车吗 不了 送我去金泰公寓吧 此时我无比庆幸 因为我和林川的公司距离很远 毕业后我们并没有同居 事到如今 我也勉强还有个单独的住处 可以回去修整一下心情 第二天一早 一上班 我就去了林思思的办公室 推开房门时 林思思看到是我 眼里当即划过一抹 毫不遮掩的厌恶 你来干什么 昨天让你做的PPT你做完了吗 今天我会按时交 但现在 我有件事想问一下林姐 说着 我直接将昨晚拍下的照片拍到了她眼前 林姐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昨天晚上 你和我的男朋友干了什么 出乎意料的是 面对我的质疑 林思思没有半分慌乱 看向我的眼神里 除了那些厌恶 还有额外添了几分比一 真不知道林川到底是怎么看上你的 迟欲 你是真蠢还是假蠢 我姓林 是林川的姐姐 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林川的姐姐 我怎么不知道 林川还有个姐姐 我紧紧地盯着林思思的眼神 不放过她任何一丝表情 昨晚我想了一夜 才决定给林川一次机会 直接把这件事摊开来说 绝不会让林思思就这么轻易糊弄过去 林思思嘴角的笑容更计较 迟欲 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有种关系是表姐弟吗 还是你想说 表姐弟一起去酒店吃饭也有什么问题 我顿时哑然 表姐的话 我不知道确实也是情有可原 沉默片刻 我收起了手机 抱歉林姐 这件事是我误会了 说完 我转身就要出去 身后却再次传来了林思思的声音 迟欲 你这个人又没脸蛋又没身材 唯一拿得出手的也就是那点工作能力 有这些怀疑我弟弟的时间 还不如好好赚钱 以后万一林川不要你了 也不至于被饿死 二 林思思的话带着满满的恶意扑过来 但我头都没回 我自己的事情 就不劳林姐费心了 回到自己工位上后 我第一时间给林川发了消息 昨晚 我看到你和林思思一起去了酒店 林川比我大一岁 毕业和上班时间 也就比我都早一年 这两年从她开始上班起 工作时间几乎从来不回我的微信 被我说了几次 才会偶尔在中午吃饭时回消息 但今天 我这边消息刚发出去 她就秒回了我 林思思 那是我表姐 昨晚她过来看我 我带她去酒店吃的饭 怎么了宝贝 有什么问题吗 不到一分钟时间 她又急匆匆地发了第二条消息 最近你工作一直很忙 都好久没陪我了 所以我昨天才没告诉你 宝贝 你不会生气了吧 定定地盯着屏幕看了几秒 我抬手打下了一行字 没有 我只是看到了随便问问 说是这么说 电脑屏幕里 我的脸色却无比难看 没错 我不相信林川的话 不得不说 林思思演技还是不错的 最起码刚才她那副无比镇定的模样 是真的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无理取闹 可林川太反常了 反常到我的疑心还没压下去 就又成被翻涌了上来 我说完随便问问后 林川没再回话 她甚至都没有多问我一句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她公司楼下 晚上一到下班时间 我卡点交了昨天林思思布置的任务后 直接就打卡下班了 路上提前买了点排骨蔬菜后 我赶到了林川的住处 趁着她还没下班 像往常过来那样做好了饭菜 我掐着她回来的时间打了视频电话 林川接电话时是有些惊喜的 回来的自然也很快 一进门 她就有些迫不及待的要将我揽进怀里 宝贝 你都好久没来看我了 我都快想死你了 想到昨晚的那一幕 我不着痕迹地避开了她的拥抱 好了 都老夫老妻了 还这么腻歪 快去洗手吃饭 我特意给你炖了你爱吃的排骨汤 你太好了宝贝 林川忍不住抱着我亲了一口 随后又将外套脱下 不过我下午抽了不少盐 先去洗个澡 去吧 我微笑着看她随手将手机放在入门柜上 脱下外套走进浴室 直到水声和林川的歌声一起响起 我才拿起了林川的手机 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从未查过林川的信息 给足了她信任和隐私 因此 她的密码也从来没改过 输入她的生日后 我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林川的微信 然而 让我意外的是 这里没有我要的信息 唯一有线索的 是她通话记录里 有一通和林思思的电话 通话时间只有半分钟 我皱着眉头思索片刻 打开了微信小程序 挨个点开了几个常用后 我的目光落到了一款黄色袋鼠软件上 林川 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不知过了多久 我被手机的亮光 刺得眼睛疼 忍不住眨眼时才发现 从拿到手机 到发现证据 这段时间我一直站在门口 动都没动一下 这会儿回过神来 才发觉腿脚都有些麻痹了 我刚要往前走 浴室的水声突然停了 或许是我的神情过于明显 看到我的那一刻 林川明显僵住了 三 宝贝 你 拿我手机干什么 我最后看了一眼酒店订单页面 将手机递给他 分手吧 林川 我有洁癖 脏了的东西都要扔得远远的 何况是人呢 可下一秒 林川不等我反应过来 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别 宝贝 阿玉 别跟我分手 我错了 我是爱你的 真的 一边说着 林川着急忙慌地伸手 摸索了片刻后 他居然从旁边的柜子里 拿出了一个红通通的戒指盒 丝绒的盖子打开 露出一枚 我想要了很久的钻石戒指 在灯光下闪得人眼花 可盒子内部的话 却极为讥讽 医生只能送一人 若是昨晚之前 早知道林川在策划着跟我求婚 我一定会开心地睡不着觉 也会感动死 八年的感情终于等到开花结果 谁会不高兴呢 可现在 我看都没看那戒指盒一眼 漠然地后退一步 林川 早上我问过你的 林川仿佛听不到我说的话一样 用膝盖硬生生往前挪了两步 强行将打开的戒指盒塞到我手里 阿玉 这段时间我工作压力很大 我不是要故意犯错的 而且 而且 我们八年的感情 我真的是想娶你 想跟你走到最后的 林川说的动容 不过是两句话而已 他一个大男人 眼眶都红了 我依旧是摇摇头 现在知道错了 那出轨的时候呢 在今天之前 他明明有无数次机会 回头 或者跟我交代清楚 放我走 可他选择了最不把我当人看的一种 他选择瞒着我坐享其人之福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更何况 在一个坑里摔一次 是我瞎 摔两次 我就真的是蠢了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同居 林川的住处里 也没有我什么东西 我只拿上了自己的包 离开 至于剩下的东西 我就不要了 被不干净的人碰过的东西 也是不干净的 甚至回去后 我还将林川送我的各种礼物 也都收拾了出来 整整一夜时间 每拿到一样东西 我就像是又看了一眼 自己八年的青春 不过天亮之际 我还是毫不犹豫的 将这些东西打包装箱 用跑腿发给了林川的住处 八年而已 我还年轻 往后的人生还有无数个八年 早点摆脱人渣 早点恢复生活 但 才过了一天时间 林川就开始作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我发过去的那箱东西刺激到了 第二天我加班到十点多 一下楼就看到 林川抱着一束鲜红的玫瑰站在冷风里 鼻子都冻得通红 看到我的那一刻 林川眼前一亮 抱紧了那束玫瑰走到我面前 伸手往前一地 阿玉 你总算下来了 四 林川看着我的眼神满是爱意 我却莫名的有些烦躁 他给的花也没结 你来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分手了吗 林川 猴姐滚动了一下 再次抬头时 眼珠子又红了 满眼的悲怅简直要化为实体 阿玉 别这样 我们在一起八年 你真的就舍得这么放弃吗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绝对不会再 林川 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花 出轨的人是你 背叛我和我们的感情的人也是你 你现在搞这一套有什么意思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我不信林川不知道这句话 如今搞这些有的没的 无非是感动他自己而已 伸手拿过林川手里的玫瑰花 我毫不犹豫地扔到了垃圾桶里 看在我们八年的感情上 别再让我看见你 恶心 说完 我伸手招了出租车 直接坐了上去 走出许久 林川还在原地呆呆地站着 但我对他的感情 早在收拾东西的那天晚上 全都发泄干净了 接下来的几天 林川依旧照常出现 每次出现时 怀里也都抱着一束花 有时候是玫瑰 有时候是百合 都是我曾经喜欢过的花 我自认那天晚上 已经把花完全说清楚了 林川听不懂 或者听懂了 不配合 都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了 他愿意等就等 愿意站着就站着 我是一个眼神 都不会再给他的 半个月时间过去 林川也足足在楼下 等了半个月 一开始等了几天 看我确实能做到 完全无视他 林川想出了新招数 他每天不但抱着花等我 还往我的工位送花送外卖 不过我依旧无所谓 这些东西有人要 我就转手送人 没人要我就直接扔进垃圾桶 只是 我还没被林川骚扰的几眼 林思思倒是先坐不住了 这天中午 亲眼看着我将林川送的花 扔到垃圾桶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讥讽出声 也不知道有些女孩子怎么想的 年纪轻轻的 不想着好好学习工作 提升自己 总想着靠男人 他没指名到姓 我也就当没听见 扔完花束就自顾自的回了工位 林思思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周围又都是公司的人 他忍不住用力敲了敲我的桌子 持狱 今天的工作完成的怎么样了 年轻人心思还是要放在正式上 我抬头看着他 公司有规定中午就必须完成当天的工作吗 你 林思思被我一噎 当场翻了个白眼 那我就看看你下午能不能完成 还没等到下午下班 林思思就又来了 不同于以往 天天对我横眉竖眼的样子 今天 林思思一看见我就露出了一抹笑容 持狱 你来会议室一趟 又怎么了 一想到上午林思思那个德行 还有他和林川之间的那些啊子事 我就对他极其反感 可一向各种针对我的林思思 今天却没有生气 反而又朝我笑笑 持狱 你以为你能让林川对你死缠烂打 就是赢了 我们走着瞧 吴 她的笑容阴森甚人 我本能的感觉到有些不对 可现在是上班时间 林思思还是我的上司 她让我过去 我没有理由拒绝 犹豫了一下 我还是起身走向了会议室 跟林思思交手也快两个月了 我已经看出来 林思思这个人也就会用点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对付我 要么是若有肆无的跟别人说我的坏话 要么就是甩点工作上的锅给我 借机在众人面前对我耍耍威风 指责我几句 我以为这次她顶多就是在玩点这种小手段 意外的是 我走进会议室 却看到了经理和公司副总 隔着会议室超大的透明玻璃 我清楚地看到两人都皱着眉头 一人翻看着一份文件 这个时候 林思思一偏头看到我 嘴角再次蔓延出了笑意 她的唇形快速动了几下 我读出了一行字 迟欲 你完了 我心里猛低一沉 像是有块石头无止境地落下去 面对林思思 我第一次有些莫名的心慌 可来都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 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经理 您找我 看见我进来 经理也没绕弯子 直接将手头的文件推到了我面前 迟欲 公司里有人举报 你将机密数据卖给对手公司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泻密数据 经理话音还没落 我的心就彻底沉了下来 同时 我也看到了经理旁边林思思眼里的得意 这次 林思思并不是要欺负我 她是想置我于死地 我所在的公司主营投资 所有人正式入职前 都会签署具有法律效应的保密文件 所有人不仅在职期间需要保密公司数据 离职一年期间 也禁止泄密 毕竟 投资行业任何一项数据文件泄漏 都有可能是大灾难 若我真干了这种事情 等待我的不但是公司的惩罚 甚至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用力闭了一下眼 强行平复了一下心情后 我将经理递过来的文件拿过来 仔仔细细地查看着 这是我目前唯一能接触到的东西 自然要好好找找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证据 就在这时 林思思再次开口 迟欲 公司已经有了你泄密的证据 你趁早坦白 说不定能挽回公司的经济损失 到时候公司也会对你网开一面 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怎么样 林思思一张嘴我就皱紧了眉头 事到如今 明知道这件事是他一手促成 我真是一个字都不想跟他说 更何况 他现在表面上是为我说话 但我要是这按照他说的做 早早道歉赔偿 这事就算不是我做的 也没人会相信了 到时候就算我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在这个行业也会进入黑名单 我才刚刚毕业 工作也才刚起步 连个像样的成就都没做出来 林思思就想彻底搞死我 看我沉默着始终没开口 经理咳嗽了一声 迟欲啊 你进公司这一年 工作也算得上是认真努力 你的实力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不管发生了什么 只要你说实话 公司愿意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索性和上了文件 直直地看着经理的眼睛 眼神坦坦荡荡 经理 我做过的事情不会否认 可我没做过的 当然也不会承认 泄密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六 经理和副总对视一眼后 目光再次落在了我身上 那这件事在发生之前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 比较特殊的事情 或者说 你天天加班到深夜 有没有看到过什么 仔细思索片刻 我摇了摇头 这段时间 林思思天天给我安排各种工作 连续加班一个月 早就耗尽了我的时间和精力 我没有心情关注其他的 不过 抬头看到林思思时 我忽然又想到 这段时间 林思思偶尔也会在深夜出现 之前我觉得 她是跟我一起加班的 现在 对上我的眼神 林思思始终得意的眼神 忽然乱了一下 经理问你呢 持育 你别忘了坦白从宽 我慢悠悠地开口 这段时间 林姐每天给我安排大量的工作 偶尔她还会深夜来检查我的工作 这算不算比较特殊的事情 这话一出口 经理还没说什么 林思思又跳了出来 持育 我给你的工作量大 那是为了培养你的工作能力 不是让你找机会泄露公司机密的 说着 林思思又冷笑一声 还有 泄密的事情你不承认也没有用 我们接到的可是对手公司员工的举报 等证据出来了 我看你还怎么嘴硬 本来我就挺烦的 林思思一口一个证据确凿 我也彻底没了耐心 干脆看向了副总 副总 泄密这件事对公司的影响重大 如果您不介意 我建议公司可以直接报警处理 到时候若真是查出来什么跟我有关系的 我愿意负责 报警 经理愣了一下 又看向了副总 征求他的建议 我也默默等待着 这件事从头到尾 我都不知道 突然就被压上这么大一个罪名 我不想背 也背不动 许是我的态度过于坦然 片刻后 副总居然点了头 可以 那就按照池玉说的 尽快交给警方处理吧 我看着林思思笑了 刚才进门前 她是怎么说的 哦对 她说 池玉 你完了 不过现在 我看要完蛋的人不像是我 林思思的脸色在我有些玩味的注视下 一寸一寸的变得惨白 报 报警 经理 这事情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吧 经理瞥了她一眼 怎么不严重 这个项目可是公司未来三个月的方向 如果现在就泡汤了 损失有多少你估算过吗 我 林思思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经理也冲她摆了摆手 这件事目前跟你没关系了 你先去工作吧 等结果出来了 你的责任再另说 不 林思思咬了咬牙 忽然上前一步 经理 这件事我可以证明 就是池玉干的 除了她以外 公司其他人没有那么多作案时间 我看就直接让她赔偿 这件事闹大了 对公司名誉也不好啊 经理 此时 我在一旁做了许久 林思思着急的样子 让我心里忽然浮现一个猜测 在刚才之前 我一直都觉得 这件事是联合别人栽赃诬陷我的 泄密倒是不至于 毕竟这件事的后果严重程度 大家心里都有数 可现在 看着林思思听到报警后 人都发虚的态度 我开始怀疑 她 不会蠢到真的去泄密了吧 七 眼看着林思思额头上 渐渐有了细密的汗珠 她眼里的焦急也逐渐藏不住 我忍不住冷笑一声 没想到 我情急之下随口说的报警 居然会有意外收获 林思思在会议室里 跟两位经理磨蹭了半天 最终还是被赶了出去 当天下午 警察就到了公司 我是第一个被叫去单独谈话的 当然 我始终问心无愧 前后也就不到十分钟时间 我就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 巧的是 我出来之后 警察下一个叫到的人就是林思思 我看见林思思脸色惨白 手脚颤抖地走了进去 整件事结果出来的毫无悬念 林思思进去没几分钟 就顶不住警察的强大为压 把自己做过的事情 竹筒到豆子 一般全都说了个干净 离谱的是 泄密这件事 她亲口说不是真的想泄密 而是纯粹地为了陷害我 所以随意找了个新项目透露给了对手公司 只不过她没想到 她选的项目远比她想象的更重要 除此之外 在警察再三盘问之下 林思思还交代了点别的 她还曾有几次小额挪用公款 也有不少虚报的发票 这两件事若是放在公司内部 属实不算什么大事 但被警察查出来 连带着违反保密协议这件事 事情的严重性一下子就上去了 事到如今 公司也懒得再为她出面 结果放出来后 林思思被辞退的通知书 直接挂在了公司内网上 至于其他赔偿和刑罚 那就是她自己的事情了 消息传到同事们中间 大家都有些扎舌 之前就跟我关系不错的同事谈言 更是第一时间凑到了我跟前 真是没想到 林姐平时看起来挺能干的一个人 背地里做事居然这么龌龊 想到这一切事情的起因 我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谁说不是呢 不过 她为啥要专门做这种事情陷害你啊 谭燕有些探究地看着我 眼里闪着八卦的光芒 阿玉 你们俩难不成有什么私人矛盾 谭燕说话的声音不算低 她说出这句话时 我看到周围不少同事都齐齐竖起了耳朵 我忍不住失效 都这么严重的事情了 难为大家还有心情探听我的私人八卦 不过我并不打算替林思思和林川遮掩什么 做错事的人是他们又不是我 我才没必要替他们隐瞒 因此我微微一笑 指了指还躺在垃圾桶里 没来得及被宝洁阿姨收走的那树花 燕姐 你这两天也看到楼上站的那男的了吧 知道 那是你之前的男朋友吧 我记得你们已经在一起好久了 怎么突然闹成这样 我并不惊讶她知道这个 毕竟我上班这一年时间 林川虽然很少来接我 但到底是来过的 再加上 她这段时间的动静也不小 我点点头 直接说出了林川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她确实是我前男友 我跟她分手 是因为她跟林思思搞在了一起 而且 他们两个好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八 话音刚落 我周围响起一片小小的惊呼声 随后 我左右的李文文和周杰也顾不得我和谭燕是在说悄悄话了 一个个带着凳子滑了过来 周杰看着我的眼神满是心疼 不是吧 持狱 你这也太惨了 李文文也疯狂点头 就是 林思思真不要脸 别人谈了好几年的男朋友也抢 真是贱 这种人居然还能做咱们小组的leader 公司是瞎了眼吧 这两个人和谭燕一样 平时就和我玩得不错 之前林思思压榨我时 还都帮我分担工作 因此 我也没拿他们当外人 直接点了点头 这次泄密事件 她还想让我背这个锅 幸亏公司报警了 不然我也倒大霉了 谭燕拍拍我的肩膀 确实够倒霉的 我还说那个林思思怎么一来就有点针对你 合着她是为了个男人这么搓磨你 李文文则是一份田英的举起了手 阿玉 你放心林思思干的这些破事 我们一定给她宣扬出去 没错 一向内向的周杰难得严肃的点点头 这种人就该人人喊打 看着跟前的三个人情绪一个个比我还激动 我的内心里也难得泛起一丝暖意 诚然林思思过来后 我的日子一直不太好过 不过 有这几个支持我的朋友 还有相信我的经理 这感觉也还算不错 至于林川 虽然大家还是有些可惜我们长达八年的感情 但对我来说 能在婚前不付任何代价 就发现这个人渣的真面目 我是稳赚不赔的 男人嘛 有就锦上添花 没有的话 我一个人也会好好工作 好好赚钱 好好爱自己 我才是永远不会背叛我的人 接下来两天 公司里一直有警察出没 说是在取证什么的 林思思自从那天进了会议室自主交代后 当天就被拘留了 她留下的电脑什么的 也都全都被送到了公安局 她最后一次出现时 是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下午 那个时候 时间依旧是下午六点多了 没了林思思这个脚屎棍 大家这个时间点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收拾东西 有说有笑的准备下班 警察带着林思思进来时 几乎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才两三天时间不见而已 以往天天花枝招展的林思思 此时像是霜打的叶子 念而了八机 她一向精致的妆容早就没了 素颜状态的她因为惊恐 双眼无神 面色蜡黄 警察对她的态度也不怎么好 林小姐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泄密的那份文件原件 你到底放在了哪里 再不交代的话 我们在量刑方面 可能会加重对你的惩罚 隔着一道走廊 我清楚地看见林思思涩 缩了一下 随后 她有些不甘心地向我看来 抬手指了指我旁边摆放日常用品的小柜子 在池玉后面的柜子里 警察犀利的眼神立刻看了过来 去搜 我连忙站了起来 警察只用了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从我的柜子里搜出了东西 我看着仍旧满眼愤恨地瞪着我的林思思 实在是不明白 事到如今 她为什么看着我还是像仇人一样 九 明明一开始 是她先和我的男人苟合 她进来这个公司后 也是她先对我百般为难 说起来 当初我能发现他们俩的奸情 还多亏了她对我的挫磨 要不是她逼急了我 要不是她让我整整一个月没和林川见面 那天我也不会第一时间跑去林川那边 说起来 一切都明明中自有天意 想到天意两个字 我忽然又释然了 也是 谁能说林思思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现实报呢 最后再看了一眼她狼狈至极的模样 我回身坐了下来恢复了工作的状态 只是 同事们的议论还是时不时地传到我耳中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林思思也是够恶心的 嘖嘖嘖 平时人模人样的 背地里可真不是个好东西 都到了这会儿了 还想着诬陷人家持狱 幸亏这人马上就进去了 要不然我可不想跟这种人渣在一起工作 很快 警察带着林思思在公司又走了一圈 确定没有遗漏任何东西后才离开 这次林思思被带走后 事情也算是彻底尘埃落定 一开始 大家茶余饭后还会聊两句这件事 时间久了也都忘得差不多了 每个人都逐渐恢复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至于林川 我已经好久都没想起来他了 等我脑海里闪过这个人时 也完全懒得追究他在哪里装深情了 不过 我的生活里还是有好消息的 林思思被警局带走后的月末 经理忽然叫我去他办公室一趟 不同于上次有些慌乱的见面 这次我十分淡然的坐在了他面前 经理笑咪咪的拿出一个红包 隔着桌子推给我 这段时间你的工作表现一直很不错 这次林思思的事情 你配合的也很好 这是公司特意给你的奖金 恭喜啊 迟玉 我笑了笑 经理 您这就客气了 身为公司的一员 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 经理摆摆手 这也是你该得的奖金 要不是你提出报警 即使帮我们找到了真正泄密的人 我们公司可就真的损失大了 顿了顿 经理端起面前的杯子钱 踹饮了口茶水后 再次看向我 林思思的判决也下来了 你要不要看看 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不用了经理 我不想知道这些事情 林思思对我本来就是一个陌生人 我们相处的时间满打满算 也不过两个月时间 实在没必要让我为她多费心神 经理也很是理解我的做法 点了点头 眼里闪过一丝复杂 你能想得开就好 不过迟欲 我今天叫你来 主要是想问问你 林思思离职了 你们小组目前还差一个组长 你有没有信心试一下 不 我依旧是想都没想的拒绝 经理 我今天过来 本来就是想跟您提离职的 既然您先开口了 那我也就直说了 我想先离职修整一段时间 从林思思的事情发生开始 我始终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 从来没在任何人面前表现过脆弱 但我不说 不代表我不在乎 八年的相处 就算是只狗要离开 我也会有情绪的 这个公司和这个城市都很好 可当初我选择来这里 本来是为了临川啊 大学四年 毕业一年 千里之外的爸妈 应该也想我了 十 办好离职手续后 我像之前考虑好的那样 早早将各种生活用品打包送回了家里 爸妈得知我要回去 每天微信视频的时候都乐得合不拢嘴 只是 他们对我为什么突然放弃工作 要回去的话题是只字不提 都已经过去的事情 我也不想拿出来让他们担忧 也就没多说什么 我们默契的只谈现在和未来 像是从来没有分离过 回家的那天 冬天的第一场雪终于落下 爸妈却早早等在车站 看到我的那一刻 我妈就忍不住扑上来 狠狠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你这丫头 我以为你都不知道回来了呢 我爸一个年过五十的大男人 看着我也红了眼眶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家里一直给你准备着饭菜呢 我点点头 左手挽着我妈 右手靠着我爸 我知道的 爸妈 我们一起回家 在家休整了一段时间后 我迅速进入了考工状态 也凭借着优异的学习能力和成绩 在家乡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每天朝九晚五 养养花 逗逗猫 更多的时间则是陪着家人 三年的时间眨眼就过 这天上班时 我收到了上司让我出差的通知 只是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云城二字 我难得陷入了恍惚 才三年时间而已 三年前在云城和林川 林思思纠缠的那些往事 久远的简直像上辈子一样 不过 我并未拒绝这份差事 而是按时订下了机票 云城很大 我想 我应该不会那么倒霉的 再遇见林川吧 可惜 天不遂人远 抵达云城的第一天 我出来吃晚饭时 一抬眼就看到了 林川和林思思纠缠的身影 时隔三年 同样的季节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人 再次出现在了我面前 但他们早已没了三年前的狼情惬意 大街上 林思思穿着一身廉价的大衣 头发散乱的撕扯着林川 嗓门大的 我站这么远 都能听清楚她说的是什么话 我们都结婚了 你为什么还要出轨 林川 你他妈的 是不是个男人啊 你是不是一定要我死给你看 林思思喊得声嘶力竭 脸色胀红 林川却只是不耐烦地甩开了她 你有完没完 我都说了 那只是我的同事 你当谁都跟你一样不要脸 愿意做小三当脚屎棍 还有 你要是想死 为什么不死在监狱里 你出来有什么用 这话传过来 我忍不住愣了愣 我跟林川在一起那么久 从来没有发现 他说话会这么难听 可紧接着我忍不住庆幸 这个男人隐藏的缺点太多了 还好 还好有林思思帮我及时脱身 林川说完那句话后 我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 犹豫了一下 我转身换了个方向走 就在这时 林思思忽然像是发疯一样 一个巴掌抽到了林川脸上 林川 我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以为你就是吗 要死我们一起死 林川被这一巴掌抽的头一歪 刚好偏到了我的方向 随后 他整个人像是僵住了 就维持着那个被打的姿势 愣愣地看着我这边 林思思还以为他疯了 着急忙慌的伸手又去拉他 我知道他看到了我 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转了身 他的人生已经彻底掉进了烂泥里 那就让他和林思思一起继续腐烂下去吧 查看下一张 全部收起 我们下转了身边 我们下期再见